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 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张国清主持会议并讲话 刘宁夏德仁出席会议 1月7号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7次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张国清主持会并讲话 刘宁夏德仁出席会议 未来五年 我省将着力净化优化政治生态 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 创新生态 用好生态涵养优质营商环境 打造振兴发展的强磁场 视线特别策划 十四五遇见更好的辽宁 今天关注生态辽宁 从1月8号起 沈阳市利用三天时间 对常住农村人口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我省对入境人员采取严格隔离管控举措 实施十四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加七天居家隔离观察后 再加七天社区健康监测 切实防范境外疫情输入风险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1月8号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 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省委书记张国清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 省政协主席夏德仁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述了讲政治的内涵 站位高远 思想深邃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指导性和实践性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提供的根本遵循 为各级领导干部抵立党性修养 提升政治能力 指明了努力方向 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加强政治建设 提高政治能力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辽宁落实落地 会议强调 全省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旗帜鲜明讲政治 自觉把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各项要求 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 不断加强政治建设 不断提高政治能力 始终从讲政治的高度谋划推进各项工作 要增强政治判断力 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 以人民为重 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 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 头脑特别清醒 眼睛特别明亮 要提高政治领悟力 对党中央精神要深入学习 融会贯通 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 推动工作 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胸怀两个大局 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 要提高政治执行力 坚决同党中央精神 对表对标 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 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 持续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 要严于律己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扎实做好省市县乡党委领导班子 换届工作 严肃换届纪律 持续净化政治生态 会议指出 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给我们树立了标杆 做出了榜样 要对标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围绕加强政治建设 提高政治能力 认真开好全省各级党委班子 2020年度民主生活会 省委副书记周波 省委常委 省人大常委会党员副主任 省政府党员副省长 省政协党员副主席参加会议 1月7号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召开第7次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省委书记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国清 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 省长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宁 省政协主席夏德仁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 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理解四个深刻变革的经验启示 深刻把握四个结合的指示要求 切实运用好改革成果 着力抓落地见实效 会议强调 各级党委要对表对标党中央精神 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 系统推进全省十四五时期重点领域改革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辽宁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进一步推进改革 要与深化完善已经推进的改革事项结合起来 着力做好改革后半篇文章 要建立改革台账 强化项目化清单式管理 建立完善推进改革的经常性督查机制 聚焦解决问题 推动改革事项落地见效 会议审议了 辽宁省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实施方案 指出 要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 着眼实现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高效有效管理 建立完善日常联动和动态补充机制 统筹好满足日常消耗和确保应急所需 要坚持问题导向 围绕堵漏洞补短板 切实加强应急保障各类基础工作和能力建设 尽快建立起全省统一的数字化管理平台 着力提高应急保障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会议审议了 辽宁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0到2022年 指出 要坚持两个一以贯之 突出问题导向 采取强有力的有针对性的举措 以点带面促改革 着力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 创新力 控制力 影响力 抗风险能力 更好履行国有企业责任 要落实好现代企业制度 以市场化为导向 大力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 着力优化股东股权结构 持续推进企业内部机制性改革 要坚持有进有退 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布局 更好把国有企业做强 做优做大 要突出国有资产监管 切实增强监管时效 会议听取了 我省推动一网通办改革情况 指出 要加快建设统一的省级电子政务服务平台 提高各级政府电子政务服务标准化 数字化水平 进一步加强基础工作 促进信息共享 不断提升一网通办质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副书记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波 和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解决发展问题要靠生态 只要把方方面面的生态营造好 人才技术资本项目自然就会来 发展也就会越来越好 辽宁省十四五规划建议 为我省的发展生态描绘了新图景 视线特别策划十四五遇见更好的辽宁 今天聚焦生态辽宁 想把时间交给管絮 好的 未来五年人们对生态辽宁 有着怎样的愿景呢 我们先来听听大家的想法 一战事里把事情就办好了 是最好的 要如果网络上都能办了 那是最好的 水更清了 天更蓝了 我们能有休闲 惬意的高品质的生活 城市三清水秀天蓝 吸引外地人前来旅游 投资居住 作为一名技术工人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的个人潜能能被更好的激发出来 为企业的创新发展 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看得出来大家期待 办事更便捷 环境更优美 创新更有前途 辽宁省十四五规划建议 破坏了振兴发展的 生动画面与宏大场景 营商环境好排在了首位 优化营商环境 是事关辽宁振兴发展 战略全局的重大问题 涵养风轻气震的政治生态 构建亲亲政商关系 着力营造 办事方便 法治良好 成本竞争力强 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 我省开展一网通办百日攻坚战 推动企业和群众 进一张网办全部事 实现四个百分之百 那就是全省依申请 政务服务事项 可网办率百分之百 政务服务事项 进听上网百分之百 政务服务好差评 百分之百全覆盖 和省级电子印章 百分之百全覆盖 持续深化减政放权 取消下放调整省级行政职权 一千零五项 深入实施首批一百零六项 政兆分离改革 推动葫芦岛 零正名城市 沈阳市铁岭市 政务服务驿站 大连市一进市一次办 等改革试点 以以往通办这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抓手 把我们政府的服务延伸到百姓的身边 我们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的减少审批实现 减少审批事项 减少审批环节 减少审批材料 减少这个办事人员的跑动次数 通过这些减少来使办事人员呢 感受到真正的便捷方便的一种政务环境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一 就是青山常在 绿水常流 空气常新 我省紧紧围绕 打造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 着力突破水 巩固气 治理土 去年前十一个月 全省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83.3% 主要河流优良水质比例 72.1% 优于十三五目标 20.9个百分点 我在冬季 在这月冬的这些 鸭类的 这些水型 应该得有 六七种吧 常年在这片水域里 还有白鹿 仓鹿 还有好多的鸟类 就是这些年 应该说 这片水域 和这个环境 还是适合 这个水型 在这生存 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就是幸福 十四五 辽宁把良好的生态环境 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作为民生优先选项 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 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努力走出一条生态美 产业星 百姓富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 以碳达峰碳中和为总抓手 坚持减污降碳 协同推进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绿色化改造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站 水生态 大气等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让绿色成为辽宁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 必须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我想推动各类创新要素 向企业集聚 支持企业涵养技术能力 实施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计划 让更多雏英 邓玲 独角兽企业和领军企业 脱颖而出 茁壮成长 成立于2011年的 沈阳中科腐蚀控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金属腐蚀防护技术 与核环保技术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 从最初的一个几人项目组 发展成国内唯一利用超生电化学技术 进行核污染去污 并实现装备产业化的民营企业 牵头即参与制定了多项 国家甚至国际标准 这都是我们企业多年创新来 让我们成长和提升的一部分 同时有了我们前期的研发基础 然后才有了我们现在企业 从一个项目组变成这么一大企业的蓬勃发展 我们辽宁的企业也可以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无论从科学价值 还有企业的地位和我们国家的地位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十四五 我省将持续优化创新生态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金 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 健全创新激励和保障机制 打造人才聚集高地 全方位培养 引进用好人才实施 项目家团队的带土移植工程 引进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创新将真正成为辽宁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改善的第一动力 优化营商环境 不只是下放几项行政权力 精简几个办事环节 对于辽宁来讲 已经成为事关全局的发展战略问题 要从辽宁振兴发展的全局来谋划 从涵养辽宁发展生态的高度来推进 就是要持续的进化修复政治生态 扎实的推进干部捉风转变 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恢复治理自然生态 建设吸引人才的 顺心留人的移居环境 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持续的吸引力 营造和谐社会生态 打造特色鲜明的文化氛围 为优化营商环境 夯实文化软实力 改革优化创新生态 践行包容性发展理念 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动力支持 正是通过政治生态 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 创新生态的不断进化优化 用心用力 后执发展生态 打造一个风清气正 火力四射的生态辽宁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辽宁 让越来越多的人扎根辽宁 爱上辽宁 十四五 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一定会取得新突破 好了 今天的视线 就关注以上内容 1月8号 零时至十二时 我省新增一例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属普通型病例 为沈阳市报告 新增一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为大连市报告 1月8号 沈阳市召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 第22场新闻发布会 从1月8号起 沈阳市利用三天时间 对辽中区新民市 法库县康平县的 乡镇街道村社区 常驻农村人口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此次全员核酸检测 以各区县市为主体 统筹做好 人员的排查登记 信息录入 采样检测的工作 确保组织有序 不落日元 此次检测费由政府承担 本台报道 进入冬季以来 尤其是近期 全国多地报道 入境人员解除 14天集中隔离后 出现核酸检测 称阳性的情况 引起疫情在境内传播 为切实防范 境外疫情输入风险 辽宁城统筹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指挥部 决定 对入境人员 实行14加7加7 隔离管控措施 为什么要执行 14加7加7这个政策 与之前相比 增加这个7天 有哪些作用 14加7加7 就是对入境人员 实行14天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后 再进行7天 居家隔离观察 和7天社区健康监测 14天集中隔离观察期间 进行两次核酸检测 和一次血清抗体检测 完成两个加7防控措施时 各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根据规定 自我省入境人员 在第一入境地 进行14天集中医学观察 解除集中隔离后 在目的地市 进行7天居家隔离观察 和7天社区健康监测 自其他省区市入境人员 在入境地完成14天集中隔离 并取得解除隔离证明 返疗后 在目的地市 实施加7加7防控措施 自其他省区市入境 未完成14天集中隔离返疗的 返疗后 要在第一时间 进行核酸检测 并重新进行 14加7加7隔离管控 7天社区监测 具体如何执行 入境人员在此期间 能否自由行动 7天社区健康监测 就是入境人员在完成14加7防控措施后 还要进行7天的自我健康监测 并由社区实施健康管理 期间 入境人员每天要进行体温测量 并向所在社区报告体温和健康状况 尤其是身体出现异常时 要及时向社区报告 入境人员在7天社区健康监测期间 应做到非必要国外出 主动谢绝他人登门探视 必要出门时 要全程佩戴口罩 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尽量避免与他人接触 更不能参加聚餐等聚集性活动 按照要求 入境人员进行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时 出行健康码变为红色 解除14天集中隔离后 出行健康码由红色转为黄色 加期居家隔离核酸检测为阴性者 解除居家隔离时 由社区申报为解除居家隔离人员 改为绿色出行健康码 入境人员加期居家隔离 和加期社区健康监测 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 社区街道公安 卫健等相关单位和部门 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和监管监督责任 本台报道 国内新增病例的传播路径显示 病毒传播的手段越来越刁钻 让人防不胜防 不可否认 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和宿主 传播途径 诊疗方案 救治药物等 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彻 当此之际 疫情防控必须炎之又炎 细之又细 实之又实 为切实防范境外疫情输入风险 国省对入境人员实行 14加7加7的隔离管控 在原有14加7的基础上 再增加7天社区健康监测 再加7就是再加炎 炎之又炎强化疫情防控 侥幸与麻痹大意是疫情扩散的最大帮凶 任何小小的疏忽 都可能成为疫情加重的催化剂 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控 坚持不懈的防 才能取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 再加7就是再加戏 戏之又戏做好后勤保障 及时满足相关人员的生活 必备物资供应 以及医疗心理等服务需求 健全线上线下服务保障机制 确保各项服务及时到位 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赋能社区防控夯实基层基础 再加7就是再加10 时之又时助劳风险边界 严格严密做好重点地区社区防控 守住疫情防控低到防线 尽最大可能阻断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径 尽最大努力把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 1月8号 沈阳市黄孤区人民法院 通过法院互联网庭审云平台系统 远程公开审理了一起 设疫情期间防害公务犯罪案件 并一审宣判 被告人林春祥犯防害公务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被告人林广斌犯防害公务罪 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1月1号 在沈阳市黄孤区义核酸检测点 因被告人林某斌插队 引发口诀 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直勤民警宋某某 上前维持秩序 但被告人林某斌不听劝阻 与其子被告人林某祥 对民警宋某某进行殴打撕扯漫码 致宋某某左面部磋伤 右肩外伤 左手拇指磋伤 以暴力方法阻碍了身穿防务服务的防疫人员 严重妨害了当时的防疫工的秩序 两个人的行为构成了妨害公务罪 本台报道 近日 省住建厅针对今年我省冬季施工 特别是疫情期间的安全生产做出部署 对未制定冬季施工专项方案 不满足施工条件的项目 一律不准施工 对已停工项目要做好防火防盗防事故工作 确保消除事故隐患 针对近日全国部分地区出现多点零星散发病例 和局部聚集性疫情 配合各地减少人员流动 减少旅途风险 减少人员聚集疫情防控政策的落实 铁路部门规定 自1月7号零时起 旅客在车站铁路12306网站等各渠道办理 2021年1月6号24时前 已购列车的有效车票退票时 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购买的铁路程义显一同办理 记者从辽港集团了解到 从今年1月份开始 索友经满洲里口岸出境 前往辽宁港口集团海外厂站 俄罗斯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的中欧班列 在俄罗斯境内换装运行时间 已压缩至6天以内 自2020年7月底双向运营以来 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 已经开通8条中欧班列线路 实现了俄罗斯主要港口城市全覆盖 为确保疫情期间 参保人员购药方便 沈阳市医保局 优化医保经办服务流程 提供不见面服务形式 参保人员在家购药 就可以实现医保个人账户支付 药品配送到家 目前沈阳市内9个区 共有24个定点药房 提供网上购药服务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